透過電力交易平台 長電漁民 還有這個共享經濟的這樣的一個模式跟觀念 讓用戶能夠彈性參與 那現在再生人員進來以後呢 因為再生人員他是看天吃飯 所以他不是很穩定在那邊發電 他會有一個所謂的間歇性 那另外一個挑戰呢 就是這個所謂的鴨子曲線 我們知道太陽人他的軌跡就是固定的 太陽開始西下的時候呢 太陽光電的發電量就會減少 鴨子曲線在黃昏的時候 我們要面對的這一個是 太陽光電減少的幅度會 速度會越來越快 那麼我們傳統機組呢 就要在這個時間要補上來 過去的傳統電網已經沒有辦法去接受 這樣分散式的一個再生人員進來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升級我們的電網到 智慧電網的一個層級 那智慧電網的層級就會讓我們的用戶呢 從過去單純的電力的使用者 他也可能會成為電力的供應者 用戶的用電呢 不再是過去的單項 而是現在是雙項 用戶配合系統的需要來調整他的用電的這個行為 其實對我們系統而言 他就是一個虛擬電廠 虛量反應的部分是未來最大的一個潛能 他是一個虛擬的電廠 他是一個沒有排碳 沒有碳排的一個電源 那目前在這一個交易平台呢 已經有17個廠商參與 那參與的容量陸陸續續 我們驗證通過以後 現在容量大概會達到 大概94.7 那如果再把這個後續再申請加進去 今年年底有機會突破100個MW